哈囉大家好我是羅伊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贈品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說明 這個頻道主要是在介紹 事業設計 各式建材 以及房地產的相關資訊的頻道 如果你對這類資訊 又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並且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分享給你不認識的朋友 分享給你也喜歡看 事業設計也喜歡看 美美東西的朋友們喔 今天羅伊老師呢 要帶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開箱的這個物件呢 它是兩綁 也就是說大概 全創20處頭坪的坪數呢 要做兩綁的空間 設計師又會如何做規劃呢 一起來看吧 Go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客廳 客廳空間呢 我們可以看到 沙發墊牆這邊也是貼滿的地址 那這樣的地址呢 它也是一個採用很濃厚的顏色 讓我們其實坐起來非常舒服 沙發呢 設計師挑選的家具 這裡有一個床頭的一個靠枕 那我們在坐沙發的時候呢 不會因為坐床頭 坐久了之後 會讓你非常的不舒服 到你床頭的一個位置 坐起來就會非常的舒適 再來呢 各位可能很少去確認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你今天坐下來的時候 這個沙發面的深度 到底都不夠 有些沙發面的深度不夠啊 你的腳的支撐性就會不足 腳支撐性就會不足 你坐久了其實就會累 所以在挑沙發的時候 尤其是跟設計師去挑沙發 應該這樣講 各位挑家具有一個秘訣 你不要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不要被那些業務說動了你就買 要設計師帶你去看 因為呢 設計師帶你去看 他會幫你注意到很多細節 他會幫你配色 所以各位千萬要記得 設計師帶你去看 絕對比你在盲目的買 別人看到這個喜歡 看到那個喜歡 都買一點吸買一點 其實還要再更省錢 好我們緊接著砍電視牆 電視牆的設計 這個空間呢 設計師採用磁磚拼貼的方式 大家看到這樣的磁磚 設計師在做縫的處理 都是採用了大椅子的工法的美容縫處理 他會看到這美容縫處理 其實非常的細緻 在你沒有很近看的情況之下 就會覺得這一整面 其實接縫的感覺 是很低很低的 而且他是做了塗色的一個 天狀的效果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哇這整面牆 其實非常的有實感 在旁邊做了天然木皮的平接 所以讓你的磁磚 和我們天然木皮做相接 整面電視牆 我們可以看到 就會比較相對的氣派和壯觀許多 好啦接下來我們看到玄關櫃 玄關櫃呢 大家可以看到 設計師在這邊採用了三種顏色的設計 而且還用了不同的門片造型 怎麼看呢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的門片 對不對 第一種的門片顏色 這是第二種的門片顏色 再來呢 這是第三種的門片顏色 同時他的造型 跟前面第一 第二種的樣式也不一樣 他這種也是貴賞賞的門片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打開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線板的刻畫 以及內部的樣式 還有我們看看邊邊角角 當然髒汙的部分我們就不說了 髒汙在清潔就沒有問題了 邊邊角角的部分 其實都收整得非常的整齊 邊邊角角的部分收尾其實都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來看看 打開來之後 然後櫃底它其實就是一個顏色 這裡也是 打開來之後櫃底是一個顏色 這裡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看櫃內的設備 那當然啊 這邊有一個置物空間 可以讓我們放我們的信件 還有我們鑰匙等等 臨時想要放的東西都沒有問題 甚至你想要放你的展示品 那這裡採用灰鏡的設計 也讓我們整個空間有放大的效果 再來可以看到 我們下方還有間接光 這個間接光就會讓你覺得說 很有氣氛的一個玄關櫃 同時採用的四種材質在上面 什麼四種材質 第一種這個顏色的這種系統版 第二種白色有線版造型 平常同時是訂製版的系統版 第三種是什麼 我們的抽屜 黑色色色的抽屜門片 再來第四種 就是我們的灰色界面 好我們可以看看喔 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其實抽屜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的深度 在你做抽屜打開的時候 那它通常就不會太深 所以這個也是未來 大家的使用上所考量的空間 當然你放放信 放放一些簡單的東西 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放放比較深 比較重的東西 那可能使用上你就要考慮一下 在玄關會不會介紹的最後呢 可以看到我們玄關這邊呢 還有一個穿鞋椅 這個穿鞋椅啊 就可以讓我們在穿鞋子的時候呢 就可以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拿鞋子 鞋子拿出來就穿第二動作 小朋友還可以在這裡坐著換鞋 那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玄關 玄關呢 這邊做了一個造型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邊不是貼壁紙就好 做了整片的造型 而且呢非常狡猾 它做了什麼 它貼了皮革 它這個皮革上面呢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紋路在 這些紋路呢都非常的美麗 同時呢用護座線條來做收編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造型在 很簡單 它就是在裡面而已 找了一個電箱 電箱電信箱都在這個位置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次卧房的空間 次卧房的空間一進來呢 也是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在所有的信用櫃呢 設置師也做了雙色的跳色設計 我可以看到 這個上方呢 打開來它一樣是一個可以上鮮型的 然後關閉 可以放置我們的床中面被 再來呢這邊有一個吊櫃 吊櫃可以放置我們的書籍物品 還有我們這邊有個上鮮櫃 上鮮櫃呢可以讓我們放置我們想隱藏 比較雜亂的物品 這樣子的空間大家可以去考量說 如果今天是你家上鮮門片 對你來講好不好用 實不實用 這當然都是各位 以後你再裝還你自己家 實用性的考量點之一 那它就會因為有緩衝的效果 所以它緩衝門片就會慢慢的關上 再來呢 可以看到桌子 和桌子的側方 這個系統櫃 都有做了一個開放櫃的設計 避免做門片呢 是因為 避免讓你還要再開門 做一個開門的動作而不好去使用 這裡也是一樣 當我們桌子間有空間 正面桌子的延伸性就會升到裡面去 那這裡也是可以做一個開門片的動作 這邊也是有一個開門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系統版 它跟我們之前所介紹白色木紋的系統版 就不一樣囉 它又是另外一種白色的系統版 這下系統版其實非常多樣 不是說我們以前傳統看到的 就是那樣普通幾塊的系統版這樣子而已 裡面呢一樣有個穿衣鏡 穿衣鏡設備 因為這絕對都是沒問題的齁 一定都會有搭配穿衣鏡的設備 來給各位屋主來做使用 那下方也有抽屜 這就是我們室握房的開箱 我們看就要把 就要把的簡點單單 做一個簡單的收尾收編 讓整個空間呢 不會負擔很大 窗簾呢也採用了 我們調光捲簾 調光捲簾之前也有跟各位介紹過 它是採用雙層的 那 它雙層是伸縮的設計 所以你要做多麼全遮光呢 其實沒有辦法還完全遮光 因為它會有前後連沒有辦法 完全浮貼的地方呢 就會露光露進來 好最後其實我們看看呢 設計師在一些細節上 他們做了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在細節上的收編呢 我們看到這地板它所相接的地方 它的細節控啊 其實都打得非常的薄 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到很多設計師啊 他們在做房子的規劃的時候啊 在地板的細節控 有些是因應伸縮縫的關係 因為必須要熱脹冷縮 有些地板的膨脹係數比較大 它必須打8米到1公分的寬度 那當然這類型的耐磨地板呢 它的膨脹係數就非常低 所以它打的細節控呢 就可以薄薄的一條 大家可以看到這薄薄一條 其實打的非常的細緻 再來第二個細節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系統櫃啊 它當然不會是簡簡單單的雙側造型 同時啊 它在下方做一個5公分厚的層板 可以讓整個 吊櫃看起來是很穩重的 視覺的感覺也會更棒 同時在上方做白色細的門片造型 也會讓我們整體的輕盈度啊 會加深 不會說讓我們整個感覺 它是一個很壓厚的系統櫃 我想這些都是設計師它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磁磚啊 包含這個 磁磚它所收編 磁磚的收編方式 邊邊又下了一塊木皮 一樣它是黏貼天然木皮 不是用系統板 它也不是用什麼一般的Poly板 所以它是用一個天然木皮去做的方式 你的整體感覺 有沒有看到 整體電視牆的感覺 就真的是撞破許多 我想這都是這一間屋子 我推薦你 找這位設計師的一個重點 好啦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歡迎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問題呢 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也歡迎呢 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 或你有想知道建材 也在底下換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有想要工商 想要提供讓我們認識你們的建材 也設計師 以及給觀眾朋友 知道的相關服務呢 也請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呢 房地產公司 你有想要業配的 或者是呢 各大建商 你有食品屋 想要業配的呢 也歡迎呢 在下方的E-mail給我們 最後要替大家幫我按讚 留言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可以持續不斷接收 更多更美好的作品 呈現在你們面前